主委們小心 現在當主委的都要很小心 你要是不表忠 不表態 不卡韓 不打假新聞 不卡中天的話 你可能會沒飯吃 比方說 我們詹主委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講嘛 難怪對不對 這個陳明通 陳主委 連這種什麼豬狗禽獸 這種話都敢講 得罪你們哪有關係 上面主子滿意就好 主子滿意我官位就保 我是要保官位 又不是要為人民服務 我管你們怎麼想 我的老闆高興就好 成績中不也是一樣嗎 偏偏有一個沒那麼聽話的 你看被弄了吧 我們說今天詹廷儀 這整件事情大家 新聞大家都有看過了 我們就直接切入重點 要告訴你 他就是被逼退 絕對不是自己想走 為什麼 我們的記者非常認真 我把時間點列給大家看 來 從昨天 一點 下午1點17分 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就有這個電子報 媒體的電子報 告訴你說 傳NCC主委請辭 大家看了以後 當然馬上要求證啊 所以我們的記者在1點28分 打電話給發言人 他說這事情我不知道 沒聽說 那發言人說沒聽說 那我們就求證本人吧 所以呢大概1點半左右 我們就打給了主委本人 主委說這是傳言吧 應該問一下 這個媒體的消息來源 是哪來的 好 但沒有想到就在3點17分 大概兩個小時之後 中央社 這個當然不會是假的了吧 就告訴你說 NCC主委 詹庭儀請辭 然後到了晚上傍晚大概5點鐘 詹庭儀才在她的個人臉書 發了一篇文章 告訴你說 對 謝謝總統 謝謝同仁 我要離開了 你不覺得非常非常的詭異跟吊詭嗎 1點鐘突然間有爆派消息出來 兩個人都不知道 當時還在參序 是啊 4月2號 這個發言人跟主委還在參序 結果聽說你要走了 我怎麼不知道我要走了 然後中央社3點8 然後詹庭儀5點才在臉書上 告訴你說 對啦對啦對啦 我要走 你不覺得裡面有很多這種 政治操作 符鑽斑斑的痕跡嗎 我覺得詹庭儀被請辭 這個應該就是真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當事人的反應 第一時間媒體去問他 他還訪問媒體說 那你去問發這個消息的 消息來源是什麼 表示說他覺得這個就是空穴來風 不可能的事情 沒想到 我覺得這個詹庭儀應該沒想到說 民進黨竟然是這麼狠 應該第一時間傳出來 應該是行政院早就有人 有做這樣一個決定 所以這一個報社 我覺得他有時候 他獨家都還真的蠻領的 如果再報導 這個綠營的內部消息 都還蠻領的 第一時間傳出來的 後來他的好像都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會弄到這麼難看 我只能說民進黨把張手伸進了NCC 他會變成是張希希 NCC是什麼樣的單位 大家都知道NCC的主委 還有每一個委員 他的提名跟通過 都是要經過立法院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他不是一個行政院院長 他可以指定任免 或者是去免除的這樣一個單位 這是一個獨立機關最重要的精神 他的任免其實是由國會這邊來同意 通過的 也就是人民同意通過的 所以今天任何人都沒有那個權力 包括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說我要換掉這個主委 我就換掉 那這就更可怕了 那請問民進黨是用什麼樣的手段 跟方法迫使這位詹主委覺得大勢已去 必須自己做出自動請辭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這就是讓我們覺得可怕的地方 他到底運用了什麼樣的權力跟壓力 讓這個主委非走人不可 那這當中我們看到一度還傳出來說 民進黨的委員 有人曾經在蘇貞昌震怒之後 然後就要去提案 提案的內容竟然就是 要這一位主委走人 所以民進黨真的是一個蠻狠的政黨 就是他不要你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運用各種的工具方法手段 他都可以使出來 然後讓你就是 你看一個獨立機關的主委 他還是可以把你弄走 而且表面上還會讓你看的是 他自己寫了辭辰 今天更可惡的應該就是行政院了 他說這個詹主委 人家寫給我們的這個辭辰 有感謝蘇院長 還硬要講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發言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出來擦枝抹粉到這個程度 一個人的心機表白 看他的臉書再清楚不過了 請問詹主委的臉書上面有沒有任何資質片語 感謝蘇貞昌院長 大家網友趕快來找一下 看上面有沒有有的話發雞牌 就是沒有嘛 那這個就已經再清楚不過 你有必要一個行政院的發言人還出來 硬要凹成說 沒有人家還是自己請責 然後很感謝 好像很感謝蘇貞昌一樣 對我覺得這太噁心了吧 不用做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今天這一個 詹主委大概也是有口難言 大概不想破壞這整個跟民進黨的關係 所以他有些話大概沒有辦法在檯面上講 但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讓大家看到政治很醜陋的一面 就是說你不公然的講出他哪裡做不好 或者是你行政院可以大方開個記者話 因為他不適任 蘇貞昌院長你就好好講嘛 你不要只是說什麼都不管嘛 你具體的指出來 這個主委有哪一些哪一些的事項 已經不足以擔任一個主委的職務 所以你必須要走人 這個叫做光明正大 但是不是啊 你只是落一句話 然後現在是避制了嗎 就是說聽到蘇院長一句話 然後下面就趕快去辦事 反正院長不開心了 就一定要把這個主委給弄走 其他的人包括立法院 就通通去配合他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一個獨立的機關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公然把黑手伸進去 可以把一個主委弄走 這個是民主制度史上 我們台灣的整個法治史上 行政組織的這一些都被破壞了 都被破壞 因為獨立機關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你再怎麼討厭 再怎麼不喜歡 你所認這些委員的表現 你都不可以把你行政的手伸進來 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講 現在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 那你行政院有沒有尊重現行的法令 你公然的去影響一個獨立機關的運作 那請問現在就有人開玩笑 就是說為什麼要先到這一步 先把一個主委換掉之後 接下來代理的人 那就應該要知道什麼 乖乖聽話 接下來代理這個人很聽話 對就是要開始乖乖聽話 那乖乖聽話是什麼 現在不是整個行政院要查 什麼假新聞嗎 甚至他衝著中天來開法嗎 那再下一步他可能會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再不聽話是不是 就是他的行政權很大 我可以下令什麼 最嚴重的是可以關台 最嚴重就是關台 那就達到他自己覺得說 我看不順眼的媒體 你們這個都要批評我的媒體 我使出我最大的行政的手段方法 就是我找你的查 然後找到最後我就有一個理由 然後就是直接把你關掉 那如果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就太恐怖了 台灣我們追求的是一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媒體自由 而且喜歡媒體是 媒體自己來進行自律 而不是NCC或是行政院 把這些行政的手段干擾 然後伸進來媒體 但是在整個民進黨執政底下 我認為今天看到這個主委的辭職 是如此的不堪 是背情詞 而且是行政院公然介入的情況底下 我認為未來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我們這一些媒體可以保有的自律跟自由 真的這個空間會不斷的被顯索 然後你看看現在所有的畫面是什麼 我們現在畫面是一個行政院長在上面 指揮八部二會 來為老百姓謀福利 大家笑吧 你覺得是可能的事情嗎 不是 為民進黨謀福利 顧好民進黨的荷包 就像一個老師的班長在上面 然後下面八個那個下面的幹部 你有沒有去弄韓國瑜 沒有是吧 試試看 農委會你有沒有 有有我下一步就弄 因為2CC倒了 那個你剛才講的還有什麼主委 陸委會啊 兩個姓陳的 有我正在弄 我弄很大 我都罵他豬狗禽獸 我弄很大 哦 徐國勇 喂 喂 下一步馬上 你放心 你放心 那個 沒有 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 我全部大家都動起來了 這叫什麼 殺衣儆擺啊 殺雞儆猴嘛 沾庭儀的下台 就是要告訴你其他幾個部長 這個就是下場 你不幫我選舉就是這樣 獨立機關我都弄得掉 更換你們這些人 還是我找來的 這個就是代表性 我先弄徐國勇 先弄什麼 沒有意義自己人 然後另外不用 我先弄獨立的 而且獨立的另外中選會 有在派一個 我就是能派 我就派李靖勇 就是李靖勇 不然你拿我怎麼樣 我要換就換 啊你要不要繼續做 要繼續做 好好聽我做 為老闆新沒福利 先放的 先選舉 韓國瑜先弄他 先弄紅的 內政外交 全部能弄的馬上弄 後面還有的 這個只是起手事 主委什麼官啊 官啊 再來就是部長 再來就是其他的 全部的全部挖下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們國民黨 未來幾個月還有的受的 真的喔 這個民黨不要再跟我 不要真的不要再說什麼 人家是主動請辭的啦 絕對不是被我們逼退 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你們早在 從去年的九合一大學結束之後 你們就針對NCC 有一連串的攻擊 首先來 五招啦 在五招啦 第一個敗選 就歸咎說 你們辦假消息不利 NCC的問題 害我們輸了 那麼多假消息 真的我跟你講 這麼多 這麼多的 民黨做那麼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結果他們輸了 只想要歸咎成假新聞害的 也真是夠會推卸責任 夠扭曲的 了不起 然後 監察院糾正NCC 然後呢 蘇仁昌就放話了 放話完之後呢 哇 綠營立委 在最近連續五小時 炮轟 對在立法院質詢 那個詹亭議 對炮轟他 然後呢 就開始有基層爆料 說掌官事情好多 我們好累 我們好累喔 其實還有第六個 第六個就是呢 這個基層 南部的明代 說什麼 連署要求更換NCC主委 關南部明代什麼事情 南部的明代 連署要求更換NCC主委 高雄選的不好 他們選輸了 所以就怪到假新聞 怪到詹亭議啊 南部高雄選舉 最大假新聞 不是邱映穎的賠稅說嗎 所以你現在弄NCC 叫NCC處理邱映穎嗎 關你南部的基層明代 什麼事情啊 來這五招 六招 從去年結束之後 就不斷的衝著NCC來 不斷的衝著NCC來 不斷的衝著NCC來 很顯然現在呢 罰了錢之後 他們覺得詹亭議 還是不夠聽話 我非得把你給弄走 不可 對 邱映穎說得很對 這個一路以來 這個詹亭議離開 都是有那個脈絡可循 去年的九月份 其實那個時候 民進黨的現在主席 這個卓榮泰 當時是行政院的秘書長 他就已經公開講過說 這個要徹底打假新聞 而且要加強NCC 對所有的廣電媒體的監督 那到今年一直延續下來 這個九合一 他們大選落敗之後 其實剛剛邱映穎講到最清楚 就是要找一個戴罪羔羊 這個戴罪羔羔羊 被我們找到的就是誰 就是這個詹亭議主委 所以他在今年呢 一路到這個 不但是蘇貞昌講了這個話 連主席 民進黨的主席 竹榮泰 在三月初接受廣電 訪問的時候 在廣播上面也講了 他說如果他都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就不如換一個人來做 所以再配合到 馬上3月16號完了以後 3月17號我就說 那天我當主席 他來 不但是這個民進黨 在野黨轟他 民进党从头轰到尾以后呢 我就说嘛都不忍心 就感觉上很怕他撑不住 那其实如果那时候他就辞职 我还可以肯定说 这个人是有风骨你知道吧 但是他挺下来了 可是他非常快 10天之内配合上级要求 他就立刻开罚100万 对吧就做完了 可是更好笑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动作 是配合上意了嘛 也算配合很好 你看我们骂了几次 我们开记者招待会 已经骂很多次 就还是挺下来继续做主委 对吧 但是做到昨天你看 马上昨天新闻一在跑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那就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吗 因为是你一定是 上面的长官的意思 你没有表达的非常的这个 配合度没有到他们的满意的程度 或者他们认为 你如果继续这样子 这个好像在敷衍 敷衍长官 没有搭到他瞄子 所以我就换下一个人来 让这个人来 我刚刚已经讲了 接下去的NCC的主委 大家都已经知道 绝对是为什么 绝对是要苏贞昌 或者是蔡英文明讲政府 能够全力配合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去就要总统大选了 立委跟总统大选 是民进党政府痛中之重 他们现在权力所在意的 都只有这一点 他们不会管你老百姓 要拼经济 要什么 这都不是他们关心的议题 重点是他们要继续执政 所以他们现在找来的主委 第一个媒体非常重要 选举媒体是最重要的 在场每一位媒体都知道 每一天如果你一直痛骂蔡英文 或者是你骂得太过头了 这个民党政府 他拿了不少一个人来修理你 所以现在NCC的主委任用资格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不听 就是要听苏贞昌 然后所有的人 什么都可以不要管 就是一定要把媒体通过管好 每个媒体都管好 但是民党政府我就讲了 他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你这样的手段一路走下来 其实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人民的雪亮的眼睛 都已经看到 现在民党政府的心中就只有选举 然后完全把人民的生活 还有对比现在所有的 韩国瑜在拼经济的这一段 我相信人民的就已经知道 怎么样做出他的这个抉择来了 那NCC的这一段只是其中一个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各部会首长 大家现在都 因为接下去谁配合不好 现在只剩下两个独立机关 大家知道哪两个吗 一个非安会 还有一个公平会 这两个主委当然就是 号称独立机关 但是你们已经知道 民党执政之下 所有的独立机关都不独立 所有的转型正义也不正义 就在这样的之下 所有的配合度 你看一下农委会也好 陆委会也好 这是我点名的 接下去这两个 委员会我点名 最快时间可能会下台的 你看他们现在多努力 每一天在这个 书成表中 是 因为你不书成表中 你的官位就不保 我最遗憾的是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些政治 这些官员 政府官员 真的都做得非常辛苦 因为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表态效忠 你就很快就被自寝下台 那这样子 你怎么样能够用心在 你真正要帮台湾人民 谋福利的这个胜责上面 做好准备 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在面临的 民进党政府的悲哀就在这里 因为习政官员全部通通 要去讨好商议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人民要看到的是 你有没有像韩国瑜一样 努力在拼经济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民的心